朝向跟病毒共存 未来有望免居隔 那么传出需要达到两个条件 包括了三剂的覆盖率 必须要达到七成 还有中重症率不上扬 最快可能六月开始实施 不过专家认为还要再观察 另外指挥官陈世忠推估 这波疫情的最高点 单日会达到20万人 医生江冠宇就认为 到时候台湾总感染人口 有可能会落在400万人 那么现在单日1万多例 恐怕还只是起点而已 疫情打持久战 二号再增17801例本土 连日创新高 指挥官陈世忠更表示 疫情高峰 单日高推估到20万例 不过疑似江冠宇认为 单日确诊最高156万就要退了 倒是台湾总感染人口 可能落在400万 防疫追不上病毒指挥中心打算 朝免区隔方向与病毒共存 传出要达到两条件 包括三剂施打率超过七成 中重症率不上扬 预估最快六月可能实施 但国内医师持保守态度 是否在六月的时候 我们疫情可以很明显 就降到一个很低的程度 这个东西目前是有待观察的 台湾的感染的速度呢 有没有那么快 有些新的病毒会出来 所以到底外面的病毒 所造成的影响是怎么样 目前是有待观察 疫情可能在五月或是最严重 下降的局限恐怕会拉很久 眼睛可但这家配合快筛 我还要去治疗这个量能 其实都要评估一下 另外专家黄高斌推算 自然感染加疫苗覆盖率达八九成 最快年底就有机会口罩解封 但有其他医师认为 冬天恐怕又有新变异株出现 想要完全解封不戴口罩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借黄义俊阳宗燕台北报道